美军举世无敌。为何美国国内从美军事政变?这些因素让你茅塞顿开。 刚才穆舒和朋友聊天,他提到了一个现象引起了穆舒注意,一些诸如泰国。 巴基斯坦,还有很多非洲国家,虽然也标榜自己是所谓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制度,也有很多政党竞争和公开选举,但为什么他们时不时会有军事政变? 他举了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近邻泰国,这个国家数十年来发生了二十多起军方发动的政变。 以至于老百姓都习以为常了,不拿军事政变当回事。 而美国军事力量如此强大,立国二百年来却没有军事政变。原因是什么? 穆舒认为 确实很多国家效仿美国的制度,但不得不说却没有学到精髓,这样的例子不胜美举,不只是泰国和巴基斯坦等。 赞助商链接 既然有了灵感,那么穆舒从以下六个方面,来探讨美国如何避免军事政变发生的。 这其中既有和其他国家的共同点,也有美国军队的特殊性。 第一,国防部长是文官,总参谋长穿军装,政府天然平衡军人作用。 观察美国政治要了解美国政府,政府内涉及到军人职务的基本上是国防部长。 但是这位部长可不能穿军装,要想做这个职务要么直接是文官。 要么必须是退役军官才行。 所以在任何场合,美国的国防部长都是西装革履。 身穿西装的国防部长马蒂斯。 而承担穿军装义务的是总参谋长,他是军队训练的一把手,要对国防部负责。 换句话说,作为文官的国防部长为总统代表管理军队,但文官不直接指挥军队,这也避免了军事力量独裁的出现。 赞助商链接。 第二,总统竞选不需要军队认可,不用拉拢军队高官。 美国的法律保障了军人权利受总统制约,军人没有特别大的权利单独行使某种权利。 特别是美国总统竞选,对选民和大金主负责就OK,从来不需与军队高官接触。 实际上这样的接触也是违反法律的。 因此从历史到现在,美国总统选举中,从未有总统拉拢现役高官为其站台呐喊的情况。 更没有私下和军官定成下之盟,封官许愿或者对对手进行军事威胁的情况。 第三,国会选举体制决定军人只能服役,不能同时进入国会当议员。 从政治体制来说,虽然总统是选举出来的,但美国的总统选举不是直选。 也就是并非老百姓直接选某个人当总统总统,而是间接选举。 也就是说老百姓选的是选举人。选举人是各州党派代表。 这就等于让美国50个州的权力比较大,他们对中央的联邦政府有比较大的制约力。 另外,美国最近在进行中期选举,改选的是国会和一些州长。可见他们都 不是总统任命而是本州选举出来的,别说军事独裁。 就是总统想在某个州搞独裁都不可能。因为本州的州长和议员只对本州选民负责。 赞助商链接。 特别是美国国会没有给现役军人提供任何席位。也就是说军人不能。 同时在军队任职和在国会当议员。这与现役军人不能进入政府当官的道理类似。 第四,美国法律规定总统只能使用军队,同时没有宣战权,国会有宣战权。 这个比较好理解,也就是总统对军队的权力及时是有限的。如果军队能完全听命总统, 那么总统的权力太大,可能利用军队或者与军队合谋实行独裁统治。 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解决了这个问题,美国法律规定总统只能使用军队,但没有宣战权。 国会有宣战权。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总统要打仗的话,就得调动军队。 那么一定要告诉国会才行,由国会来决定是不是要打。这当然束缚了总统和军队的关系。 赞助商链接。 但遇到紧急情况,比如美国利益的安全威胁巨大时,国会自然也会给总统更大权力调动军队便于海外执勤。 第五,美国民众更熟悉国民警卫队,军队执行对外任务才熟悉。 美国军队的任务是对外的,所以很多老百姓如果不参军的话。 平时与军队也没什么特别多的接触。这是由美国全球利益决定的。很多美国 军人服役就意味着被派往海外,所以美军在某种意义上与海外驻军是等同的。 他们无心考虑什么国内政治和党争等一堆乱事。 而承担国内安全维护主要的是国民警卫队,他们是老百姓最熟悉的中间力量。 平时各州长指挥,只是特殊情况下美国总统和州长能直接指挥的一支武装力量。 但也主要就是维护治安,处置突发情况等。 不仅权力有限,武器装备也有限,不可能制约政府或形成独裁。 第六,美国民主自由意识强烈,几百年来都没有军人干政传统。 这就是美国精神的体现了。当年创建美国的领导者们其实也是军队的领导者。 比如华盛顿、杰弗逊等。不过他们都没有练权,进入政界后和军队关系脱钩。 离开政界后该退休退休,该做研究做研究。赞助商链接。 比如华盛顿、不竞选总统后也没回到军队,而是去乡下务农了。 美国开国元勋也是军队的创立和指导者对军队的态度尚且如此。 也决定了此后军队和政界的关系一直如此。换句话说,军人根本也不愿意过度介入政治。 因而美国人的民主自由意识太强,使得军队干政从来都没有市场。